3月18号下午4点G92 航永高速宁波方向 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 后车车头严重变形 驾驶员受伤被困于车内 急需救援 接到警情后 民警立即赶往现场 并组织了消防 救护 拖车等多家单位 协同救援 看这个车头已经撞得很严重了 撞击力比较大 巨大的撞击力 使得半挂车驾驶时几乎被击扁 车后装载的钢筋 因惯性穿透驾驶室 驾驶员在狭小的空间里 几乎动弹不得 消防员决定或拆救援 怕伤者昏迷睡过去 高速脚警抑制安慰和鼓励伤者 让其保持清醒 经过近一个小时的紧张救援 驾驶员被成功救出 并马上送往医院救治 那么这起追尾事故 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公共视频显示 事发前 正常行驶的前车 突然停靠在应急车道 并占据了一部分第四车道 一分钟后 后方驶来的货车 为避让踩了刹车 紧随其后的半挂车 避让不急 向应急车道打方向 后与站道货车发生了追尾 据了解 货车上装的是石板 由于捆扎不牢 货物发生了倾斜 于是驾驶员准备下车 重新捆绑 但并没有完全将车辆 停进应急车道 也未放置三角警示牌 目前半挂车驾驶员 因送医及时 除腿部受伤严重外 没有生命危险 事故仍在进一步处理中 记者段盈盈 编辑报道